我就知道来了以后 肯定不能让我光坐着 那么好 我来做一个开题的 一个小介绍吧 我来讲讲我自己的困惑 我是一名家长 我一直在想 我的孩子要 面对怎样的教育 最近这几年 我们都讲要快乐教育 要素质教育 但我跟你们讲 我根本不认同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见过他们的快乐教育 真的很快乐的 三点半以后 不用上课了 孩子们去玩 然后你就看着黑人的小朋友 抱着篮球 去打篮球去了 然后你就看到中国人 看到白人 他们的孩子背着包 去上辅导班去了 然后经过了几年的快乐以后 华裔 白人的孩子去了 长青藤的大学 黑人的孩子去了社区大学 然后社区大学也很快乐呀 再快乐几年以后 黑人的孩子去了麦当劳 华裔的孩子去干工程师 白人的孩子去干金融 所以有时候我一直说 这个快乐教育啊 好像只能快了那么几年 你爽了你的童年 你就要在你的中年 在你的老年付出代价 所以我老跟我的朋友讲 我不知道你的孩子快乐不快乐 但我敢肯定 经过了你儿子的快乐教育 你孙子大概没有机会 再快乐教育了 有人老讲到未来以后 有什么AI啊 有什么智能啊 我们都可以更多的时间快乐了 真的是这样吗 各位 我告诉你们 在制造业的时代 当城市里有工厂的时候 这个城市两极分化不严重的 好工作跟坏工作 一般三七开 四六开 这是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城市 可是真正到了 城市化到了一定水平 你会发现工厂离开了城市 工厂里需要的工人的数量 越来越少了 大多数人干什么 干服务业 服务业只能解决就业 它的工资是社会平均线 而且这个城市里的好工作是什么 IT 金融 都是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的 它能干的人很少 所以在未来二十年的中国城市 好工作跟差工作是一九开 一九开的城市里 你让你的孩子在童年快乐教育 你真的心很大呀 我一直在说有两种人是需要快乐教育 它是不需要我们用严格的 常规教育来教育的孩子 一种是特别聪明的孩子 李灵这样的 勉强算是有特长的吧 这种孩子用正规教育把它压了压傻了 但特别的少 还有一种是你特别有钱 你去贵族教育 你去增广建文 没有问题 但是对于百分之九十人而言 在学校里努力 只有拼命努力 你才有可能过上一份 比较平庸的人生 所以我自己 一直是非常反对快乐教育 在最近这几年关于快乐教育的各种解释 各种理论 已经成了一种老生常谈式的心灵鸡汤 所以我特别希望听一听 我们的社会精英能不能说出点新鲜的花样来 让我感觉到 也许快乐教育 还有那么一点的道理 在我没有孩子的时候 真的 在我没有孩子 我是学生的时候 我非常支持快乐教育 可在我成了家长的时候 我非常的纠结 我当然不希望我的孩子受苦 我那么努力 不就是为了他不受苦 可是我又害怕 他今天不吃苦 以后吃苦的时候 我帮不上他 我们都如此地努力 才过上了平凡的生活 那么他不努力 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这篇演讲是完全即兴的 我就一直在想 在我们谈教育的时候 当你做学生 做老师 做家长 是完全不同的纠结 还好 今天一个中年人 一个青年人 一个社会精英 一个晋级的少年 那才叫晋级的少年 我愿意听他们来讲一讲 他们对于教育的理解 谢谢 谢谢